缅军抓了一批果敢汉人带路,谁知这些勇敢的汉人并没有听话,他们奋起反抗,用大刀砍杀缅军士兵,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,这起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,不禁让人思考,为什么缅甸会陷入这样的乱局? 这里是包包说历史,欢迎订阅,带你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缅军抓果敢汉人带路,遭大刀砍杀。 老街缅军重要外围阵地红掌守军270多人已经投降,缅军第16野战旅旅长带领残余280多人逃进深山,在这场追击战中,果敢同盟军展现出了极其高超的作战技巧。 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,在密林、溪流之间穿梭,迅速地移动兵力,对缅军形成了包围之势,他们还采取了蓝头结尾的战术,切断了缅军的后路,使缅军陷入了困境。 经过激烈的战斗,缅军第16旅旅长带领着残余的士兵,勉强逃进了深山。 果敢同盟军并没有放弃追击,他们不顾危险,继续向深山挺进。 果敢同盟军在追击战当中拦头结尾,杀死100多名缅军突围士兵。 剩下的一百数十名缅军,进入到山区挖子寨、苏家寨附近,但是,缅军找不到可以逃往包围的路径。 开始迫使当地果敢汉人农民为缅军败兵带路,更是要把当地农民当成自己的挡箭牌和盾牌。 在这些被逼着带路的农民中,有些人因为不愿意为缅军服务而遭到了拳打脚踢甚至被枪杀。 这些手无寸铁的村民,面对债缅军的暴行,毫无还手之力。 这些被逼着带路的农民,并没有一直屈服于缅军的暴行。 缅军对手无寸铁的当地村民拳打脚踢,在果敢挖子寨、红木林村和跳白场村,打死当地农民李平安。 金靖、李老三等六人,打伤李扬瑞、李老七、李老祥和李志等十人。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,一些农民找到了机会,拿起长刀和菜刀,向逼迫他们带路的缅军小分队发起了反击。 这些农民虽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,但是他们充满了勇气和决心,他们不顾自身的安危,奋不顾身地向缅军冲去。 在激烈的近距离战斗中,他们成功地制服了两名缅军士兵,并缴获了多支突击步枪。 这次反抗的成功,鼓舞了其他村民的士气,他们开始团结起来,用各种方式抵抗缅军的侵略。 有些村民用石头、木棒甚至农具来抵抗缅军的进攻,有些村民则在夜间偷偷地将缅军的帐篷割破,将他们的物资偷走。 缅北汉人之所以敢拿着刀和缅军溃兵较量,除了缅军溃兵此次无法无天地到处骚扰外,也和缅军平常作威作福,与肉缅北汉人有很大的关系。 缅来大缅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将缅甸境内的民众分成三六九等,并且用不同颜色的身份证进行区分。 粉色身份证,属于最高级别的身份证,拥有一个缅甸公民的所有权利。 绿色身份证,属于准国民身份证,拥有经商权、选举权等权利,但是不能够买规定缅甸规定地区的房产。 蓝色身份证,主要是用于标记客级人士,此外,还有针对外籍人员,未能证明国籍人员的特殊居住身份证,说得直白一点,就是通过严格的身份制度,将缅族标记为高等族群,然后对包括缅北汉人在内的一些其他族裔展开欺凌。 虽然驻扎在缅北的大部分缅军部队,平常也就是众田兵,但仍然借助米昂来的大缅族主义,对缅北汉人进行欺凌,心仇旧恨之下。 也难怪缅北汉人不再忍让,选择扛起大刀和缅军溃兵对抗,为了防止情绪激动的缅北汉人杀伤太多缅军溃兵。 果敢同盟军甚至还被迫对其普及俘虏政策,从这点上来看,果敢同盟军在缅北地区获得的民意支持只会越来越大,即使木姐、老街、南天门这些战略要地短时间内仍然拿不下来,并且缅军后期还可能对缅北地区展开反攻, 但果敢同盟军势必能够在缅北汉人的支持下,在缅北地区继续斗争下去,继续争取属于自己的,应有的权利。 这一战斗揭示出当地村民在生死存亡的关头,齐心协力,英勇无畏的一面,持枪者的毫无防备成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。 而当地村民的集体、行动和果敢的反抗精神成为了他们最强大的武器,真要动手。 实际上有枪也没有用处,因为持枪者毫无防备,根本想不到一帮子村民敢反抗,结果就是被突然爆起的农民直接制服。 在抗战时期,根据日军记录在南京大屠杀期间,也有很多日军被南京老百姓杀伤,比如,日军38岁的老后被冰高桥,不但好赌,而且水湖里每日灌满白酒,狂灌烂饮,极致南京,又时时劫掠女人。 高桥每天跑出去强掠女人,有一天,到晚点名都还未归队。 30名日军组成搜索队,开始到附近村庄寻找,但没有任何线索,村民们一点都不透露,后来才知道,这名日军在一个村民家里被直接砍死。 在1938年1月3日,20多名吃饱喝足的日军士兵到南京国立公园游玩,也遭到四五十名我国当地农民伏击,都是四五尺长的大刀,自四十米开外冲了过来。 当时,这群日军里有一个日军炮兵中尉善波州是剑道四段,此人还是明智神宫第一届剑道大会的选手代表,随后双方缠斗不已,互相劈砍厮杀。 只要行动够突然,全体村民一个心就是拼了,十来个败兵分散进村以后,所有人不顾一切一起动手,还是有机会将缅军败兵一举制服。 就是,必须要一起动手,不能犹豫和害怕,稍微易犹豫,人家有十二个带突击步枪的大兵,全村都有可能被杀光。 第二个就是,赶往缅军败兵身上扑过去,一下子就抱住缅军士兵,让其无法动弹。 其他人拿着刀子就招呼,人只要挨几刀,立刻就会丧失战斗力。 缅军败兵,背着突击步枪也没用,根本没有机会使用武器。 缅甸为什么这么乱? 严格来说,现代缅甸是英国殖民地为了管理比较方便,把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捏合成的一个国家,而缅甸军政府又长期不得民心。 缅甸各地权力派更喜欢用小金库养私兵,将士兵从社会民众中剥离,建立一个特殊军人利益阶层,扛枪吃响,全靠大帅。 而且,缅甸军方还控制了缅甸的经济。 缅甸最大商业集团Mel和Mac,经营范围横跨采矿、电信、银行、烟草、啤酒、建筑等N多领域,坐享税收优惠与出口补贴政策。 其背后正是军方控股,很多军官都有股份和分红,使大部分人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。 这种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引发了民众的不满,导致了社会的混乱。 缅甸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问题,在缅甸,折腾罗西亚人成了一种意识形态。 这种意识形态带来了一种全缅甸人民的团结,各民族联合起来打击罗西亚武装。 缅甸军和民众一起勇敢作战,展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凝聚力,缅甸军政府干事情不行,但是问题是,缅甸也没有真正有能力的强大反对派。 就只有一个个地方武装力量,这些地方武装缺乏统一领导,一盘散沙,各自为战,没有一个有力的领导人。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,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,因此,在国家治理上存在很大的难度。 尽管缅甸已经独立多年,但是,它一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认同。 这主要是因为各个民族之间缺乏互相尊重和理解,这种情况下,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容易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。 缅族人本身人口占到60%,大多数民族主义比较旺盛。 又不愿意为外族管理,因此,缅甸的事情就非常复杂,就算昂山素季等民蒙腔杆子出狱,他们就真能压制住在缅甸根深蒂固的各路军头和地方游击队吗? 缅族作为缅甸主体民族实在太烂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方面,对于边地的少数民族缺乏任何吸引力,因此,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国家身份认同, 几乎没有。 其实想一想,缅甸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以后,已经70多年了,缅甸政府几乎就没有干过一件让全体缅甸人有面子和骄傲的事情。 那个倚脏乱差,各种不堪入目的贫民窟,臭水沟和垃圾文明的孟加拉国,人均GDP是缅甸人均GDP的两倍不止,甚至连黑非洲的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这种国家。 人均GDP都是缅甸的两倍左右,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人均GDP上混不过一个黑非洲国家。 这种情况导致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,尽管军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,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 经济发展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,使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质疑。 现在你要说缅甸所有135个民族都接受的意识形态是啥? 缅甸135个民族都一致同意的事情是什么? 那就是折腾罗兴亚人。 搞罗兴亚人倒是能团结所有缅甸135个民族。 你看打罗兴亚武装的时候,缅军和各路地方武装一起上阵,可以说是空前团结。 这场缅甸山区的惊心动魄战斗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对抗,更是对于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在缅军的压迫下,山区村民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勇气与智慧,为自由和尊严挺身而出。 缅甸的未来需要全球社会的关注和努力,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劝阻军政府的腐败行为,促成缅甸的民族进程。 正义之战虽艰辛,但缅甸人民的渴望自由,尊严的心声将不会被沉没,而势必将激发更多的反抗,呼唤着一个更加公正,和平的缅甸未来。